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早晨 欢迎来看 《聆听主声》 《2024》系列 《第一系列》 《第二讲》 我是周敏玲 经文是《列王记上》的 《二章》 《一至十二节》 題目是《清舊債》第二部份 聖經這樣說 大衛的死期臨近了 就吩咐他兒子所羅門說 我現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 所以你當剛強 作大丈夫 遵守耶穌說你神所吩咐的 照著摩西律法上所寫的行主的道 謹守他的律例 戒命典章法道 這樣你無論做什麼事 不拘往何處去 盡到行同 耶穌說必成就向我所應許的話說 你的子孫若謹慎自己的行為 盡心盡意 誠誠實實地行在我面前 就不斷人坐以色列的國位 你知道洗魯雅的兒子 若押向我所行的 就是殺了以色列的兩個元帥 尼爾的兒子壓尼爾 和益貼兒子阿瑪莎 他在太平之時留這二人的血 如在爭戰之時一樣 將這血染了腰間觸的帶 和腳上穿的鞋 所以你要照你的智慧行 不容他白頭安然下任間 你當印代激烈人巴西來的眾子 使他們尚與你同值吃飯 因為我躲避你那個鴨沙龍的時後 他們拿食物來迎接我 在你這女友 巴湖林的變雅敏日 基拉的兒子 師妹 我往馬哈念去的那日 他用狠毒的言語咒罵我 後來卻下約但何迎接我 我就指著要說向他起誓說 我必不用刀殺你 現在你不要以他為無罪 你是聰明人 必知道怎樣待他 使他白頭見殺流血下到陰間 大衛與他列祖同帥 葬在大衛城 大衛作以色列王四十年 在希伯倫作王七年 在耶路實蘭作王三十三年 所羅門作他父親大衛的位 他的國甚是見故 接觸昨天大衛王統治以色列 是在公元前1010至970年之間 他陰典兒子所羅門 就是拔士巴幫他生的兒子 去繼承他作以色列的王 但大衛有四個特別的指示給所羅門 這作為他的最後遺言 我們剛才讀過的 這就是 A 第二章1至4節 遵守耶和華 你神所吩咐的 B 第二章5至6節 懲罰約壓薩 壓尼爾 和阿瑪薩的罪狀 C 就是二章7節 掌賞巴西來的兒子們 他們在大衛躲避 被鴨沙龍追殺時支持大衛 D 第二章8至9節 懲罰師妹 當大衛落爛躲避鴨沙龍時 她就助大衛 我們可以理解神 祝父人服從她 和掌賞人的恩人 但我們卻為大衛懲罰她敵人的吩咐而有點而 憂慮不安 昨天我們思想 對弱壓的懲罰B項目 然後我們觀察神所要求的是什麼 就是A項目 今天我們思想 掌賞大衛的恩人 就是C項目 和對師妹的懲罰就是D項目 首先 師妹是誰 在大衛統治期間 她的兒子入鴨沙龍半變 企圖散衛 結果大衛逃離耶路撒冷 過了約旦河 往東面的馬哈廉去 在途中大衛遇見這個師妹 就是已故的蘇羅王的親戚 師妹就助大衛 向她和她的徐蟲砸石頭 她就說 你者流人血的壞人 去吧去吧 你流蘇羅全家的血 接觸他作王 耶路撒把這罪歸在你身上 將這國交給你兒子鴨沙龍 現在你自取其 因為你是流人血的人 實務異記下第16章7-8節 大衛怎樣回應呢 大衛提議這個有可能 是耶路撒吩咐師妹說的 如果他親生的兒子鴨沙龍 都沉塑他的命 何況這位師妹來奏助他呢 大衛的理由如下 或者耶穌說 見我遭難 為我今日被者人奏罵 就施恩與我 撒母異記下第16章12節 大衛情願選擇 等候神的平反 到鴨沙龍死於弱壓的手上後 大衛就回到耶路撒冷 師妹趕往 來與大衛陪禮道歉 她就要求大衛說 我主我皇出耶路撒冷的時 伯仁行叛逆的事 現在求我主不要因此 加罪與伯仁 不要紀念 也不要放在心上 伯仁明知自己有罪 所以若失全家之中 今日我首先下來迎接我主我皇 撒母異記下第19章19-20節 大衛就應找這個師妹 她不需要死了 所羅門負責 守著大衛對師妹的承諾 然而命令師妹 居留在耶路撒冷 好像這個城市就是她的屠城 直至到師妹不服從 所羅門的命令 她就如所羅門慎重的吩咐 這樣滅亡 為何師妹就助大衛 如此嚴重的過犯呢 大衛吩咐所羅門 銘記師妹的罪狀 是否含有報復的成份呢 創世紀十二章三節 《技術神》 應許阿伯拉罕 為你祝福的 我必恃福於他 就在你的 我必就在他 地上的萬族也要因你得福 大衛是阿伯拉罕的後裔 而神亦在實務意記下 第七章16節應運他 你的家和你的國 必在我面前永遠建立 你的國位也必建立 直到永遠 從這個背景看 師妹取代了神的位置 宣判也說 已經將國道交給大衛反叛的兒子阿沙龍 而大衛如今遭受報應 因為他是一個謀殺人的人 這就是散奪了神的權兵 這也是干犯了十誡中的第三誡 不可妄稱耶和華你神的命 因為妄稱耶和華名的耶和華 必不以他為無罪 出埃及記二十章七節 師妹是一個機會主義者 當阿伯拉罕好像勝利時 他就走在阿伯拉罕的這一邊 但當大衛恢復他作王的權兵 他就要求大衛的饒恕 大衛知道師妹 可疑的品格將來會成為威脅 威脅到所羅門的國位 大衛真的要原諒了師妹 但是 所羅門仍要留心師妹的作為 我從師妹的故事學到什麼呢 記得保留在羅馬書十二章第十九節 引用生命記三十二章三十五節的經句 親愛的弟兄不要自己申冤 寧可讓步聽盟主怒 因爲經上記著 主說申冤在我 我必報應 若果我們信任神的公平 我們就不會用自己的手來復仇了 大衛坦蕩地原諒師妹 但是不等於大衛要信任師妹 好像物有一樣 願神賜我 好像大衛一般的智慧 知道在哪裡劃分界線 大衛的優點是他紀念 那些曾對他施恩惠的人 列王記上第二章第七節說到 大衛吩咐所羅門向基列人巴西來的利斯恩惠 並與他們同席 吃飯分享團啟 因為大衛躲避鴨撒龍追殺時 他們款待大衛 因為大衛和他的隨從遠道經過抗野而來疲倦飢餓 他們就將皮肉、食具和食物 供應大衛和他的跟隨者 我記得耶穌背誦 利未記第19章18節 這個稱為第二大的戒名 要愛人如己 耶穌也在馬太福音10章40節 至42節這樣教導 人接待你們 就是接待我 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來的 人因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 必得先知所得的賞賜 人因為以人的名接待以人 必得以人所得的賞賜 無論何人 因為門徒的名 只擺一杯涼水 給這小子女 的一個渴 我實在告訴你們 這人 不能不得賞賜 這是十分勉勵的說話 神記得 那些曾經身手 幫助別人的人 不久之前我聽見一位主來的老朋友告訴我 他做醫生的兒子的近況 我在他十幾歲做少年的時候就認識他 這位基督徒現在在每週一天的出診行醫 在城市中心一間教會服侍有需要的人 包括那些露宿者 因為露宿者沒有地址 所以沒有安省健康保險 這位醫生在其他日子做什麼呢 他留守在家 照顧他四個十幾歲的子女 除此之外 他在教會中以一個信徒領袖身份去服侍 曾經做過教會董事局的主席 他經常參加短期宣教事工 我肯定他對神的忠心 和他謙卑的服侍 會帶給他甚大像上 我們祈禱 親愛的主我的神你差 你的門徒如羊津入囊群 而你亦叮囑他們要靈巧將射 和順量將甲子 我不知道怎樣做才對 因為我缺乏屬靈的分辨能力 請賜給我你屬天的智慧 去分辨兩者之不同 再者 請讓我先求你的國和你的義 同時信靠你的供應 求你使用我祝福身邊有需要的人 並且賞賜你 認為正直的人 你是我唯一的神 奉基督聖結的名字 祈禱 阿門 多謝大家收看 願主祝福 我們明天見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的視頻 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按一下那個響鈴圖標 你們就會開始收到 每一天上傳的視頻的通知 謝謝 謝謝